都可以随便的 你说的我都愿意去 回忆里满足的旋律 今年的跨年夜可欣赏到美丽的烟火 市长谢果良说 12月31号晚上12点整 将在文化中心顶楼 施放360秒的烟火秀 搭配梁静茹的暖暖配乐 期盼带给大家一个暖暖的跨年夜 市长也推荐最佳烟火观赏点 有基隆东岸商场 海洋广场 国门广场以及胡仔山 我们也在精心的挑选 一个好的烟火厂商 然后会在美术馆的顶楼施放 上一次在暑假的时候 施放的时候大获好评 基本上有上万人 都有共同的参加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烟火 更加的精彩 而且上一次的烟火 其实没有搭配到音乐 是稍微有一点美中小小的不足 因此我们这一次特别精选了 梁静茹的暖暖 大家都知道12月31号跨年时候 天气都很冷 有风有雨的机会很高 那我们这个希望这个唱一首这样的 播放一首这样的歌搭配烟火 暖暖民众的心 那这个也有搭配市集 国门广场也将推出美食市集 市府也商请周边的商圈店家 延长营业时间到跨年 东南广场基本上那一天会延长营业 延长营业到倒数为止 东山市的那些二楼的餐厅 我也请他们延长开幕 最后有几家还要做最后的确认 市府表示跨年前60秒 将以国门广场上的3D荧幕倒数 还有限量的精油手工灶 在活动当晚11点起 在国门广场发送给现场的民众 欢迎大家一起来迎接2024的到来 另外有媒体询问 基隆有史以来最强卡斯的 年终演唱会门票 出现上网转卖的状况 市长谢国良也提出 他的回应跟看法 把这个票卖出去是个笨蛋 因为在基隆市民的眼中 现在这个票是无价的 远远超过于他所要卖的价钱 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第十之一条 就是说他把艺文表演票券 以超过面或定价贩售者 按票券章数要处罚十倍到十五倍 这是一个态样 这个人的具体态样是说 他明明是座位票 座位票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不贩售的 我们贩售的只有摇滚区 那他这个却谎称说 他这个是买来的公益票 那这个与事实不符 所以首先本府要谴责这样子的行为 那这是一个基隆市 大概有史以来最强的卡斯里演唱会 大家锁票跟这个 我看到有的说什么座位换站票 站票换座位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关系才对的 他们自己做一些票就讲了 但是这个票是非卖品 在我们心目中他也是无价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